台长现在又好像中广也拿过去要怎么样 这个对错还要加以评论 因为中广还是一个以前 威权体制下送给人家的一个频道 应该收给政府关系重新分化才对 那现在他用那个什么三中法案 弄到他的名下当董事长 这个以后会被弹劾 如果不是公务人员 他也会被用很多的罪会弄得很惨 我是希望这些老婆也不要 那一次你能不能下令计划保存那一次 还有一个原因我就没有替他做权 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他讲的句话 就是那个全民计程车不是为了排班打架吗 这个家伙就嘴巴就是这样 他都是抓起来枪毙 他那是开玩笑的话 不过民主社会里面不是军阀 你爸爸就算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少将 你也不能把那个打架的 那是危警法法嘛 到处来的都抓起来枪毙 那这是一回事 我认为这样 我们今天到了这个社会 不是一个民主社会 我们很多东西 包括他生病 你要用民主的态度来看 不要怕 什么肺炎就在我身旁 什么都不敢讲 什么都保命把一个病 保出问题来了 所以这个张耀神的使用 有点太可惜了 那这个就是在 去的国中 读书的一个女孩子 她得了什么病 心脏发炎 心脏发炎 身体全部发炎 发烧不退 蝴蝶斑长出来了 有没有 蝴蝶斑 蝴蝶斑什么是 红斑性量差 一个免疫风势的病 所以这个时候我已经把它控制好了 考上辅仁大学 在辅仁大学 肚子痛 她的心脏发炎 那种痛会痛到肚子痛 台大的医生 因为已经离开台中 我看不到 居然把它开那个肚子痛的药 开完了那天 死在台湾 一个美丽的生命 就这样去世了 到了辅仁大学 死在台湾 太可惜了 所以你看心脏病的 那个mimic 就是表现会非常多样化 会藏在很多病里面 所以为什么张小燕 朱格亮的导演 会死在高速公围 他不相信 他四十多岁的人 有心脏病 会死了 本来内政部部长 不是现在这个廖妖艺 是廖峰德 廖峰德 他已经被发表了 结果呢 太炒了 经济恶散 住在台北 那个台北市的市立医院 结果发表 叫痛风 不要骗人嘛 中风就是中风 人家会关心你 你把痛风 痛风什么意思 痛风是脚的关节 对不打拇指肿起来 因为你吃了太多蛋白质 普林太多了 特别是豆浆 豆浆第一包 那个什么 还有我们吃了香菇 还有啤酒 有酵母的 都很高 所以他不知道 我不是说他不知道 医院发表不时的 痛风 痛风住一个礼拜 我医生就了解 有问题 哪里有痛风住一个礼拜 痛风是两三天就出院了 要我的月是一天就回家了 连住院都不要 因为我会用秋水腺素 秋水腺素给你就不痛了 你就好了 这下来保养 你要吃蔬菜水果 尽量把身体减性化 让身体的那个酸度降低 尿酸就不会一直沉淀了 尿酸沉淀可以沉淀到不用当兵了 你知道吗 陈庆瑜他的先生 赵医师啊 他是痛风关节炎的 自己是骨科医师 最内行的 叫台大检验抽 里面有痛风结晶不必当兵 他的乒乓球是世界级的 赵医师的乒乓球不是普通的 他是国手级的 他爸爸是桌球协委理事长 赵校长 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事 他根本不可能说 痛风到严重到不必当兵 可是他可以不用当兵 因为依法 依法兵疫检查里面 你有痛风结晶抽出来就不用 痛风不会死人 所以廖峰哥骗了 他也骗了我们 大家以为真的是痛风 其实是中风 那时候小中风他没有在意 去爬阳明山 阳明山才两百多公尺 不是我们这个公里 雅各步道那么高 结果就在走路中间 性际更塞 当场死掉 所以我们心血管疾病是太多了 最主要的回到原点 请大家应时注意 我们不要吃内藏内衣 棒来啊 圣经里面没有讲什么事 他只讲说有灵的 不要吃 其实那都是蛤蜊腐蜊 一般赞的 龙蜊蜊 你不敢吃 你也不要吃 拿来给藏医师 我带你吃 很甜的 很甜的 甜的海 那里面都很多菠莉 它也会让你的低密度 脂蛋白高 我们的胆固醇 它真的高密度跟低 高的是好的 高的药 我没有好的胆固醇 你也不能做身体的 额耳膜的循环 我们需要 但是我们不要低密度 那去医院检查 你四岁以上 一年三次免费 好 讲错了 三年一次免费 那六十五岁 六十五岁 一年一次免费 我如果说过 一年三次 大家都在担心 这马上奔弹 三年一次 不过这个很有用 因为它里面重要的医院 所以大家用这种 最简单的方式 来做身体保健的那个地步 然后自己也是控制 讲真的 自己的节制比什么都重要 只要你真的能够节制 你能够让 上帝给我们的生命 平常人七十 健康的可以到八十 诶 忧伤的你 会让你以投赎收 喜乐就是领量 这点也就没有问题 来 我们请我的助理人的Frank 他是民主部长老教会的弟兄 你给他大家看一下 以后你们看张医师的节目 因为我等一下马上还有另外一个会 我必须要马上离开 你们可以到YouTube YouTube YOU 你 很多影片都在里面 上YouTube 你再打名字 打 张其中 进去 把它点 这个叫YouTube 点进去就一百多个医学节目 看你喜欢看 今天讲的上面都有 所有的节目 你都可以点进去 他就跑 他是YouTuber 会跑 跑了以后 他们就在旁边有一百多个 我在电视上面做的节目 电视你只要每一天早上 十一点到十二点 中午你买菜回来了 没事 然后不是上班族 上班族公司让你看 有所说健康教育 里面就有张医师的节目 什么都有 这个题目太多了 我讲不完 不管是男女性生殖系统 腰物的啦 那跟身体健康检查有关系的 骨关节的啦 心脏血管系统 呼吸道啦 这内脏 你需要懂的 包括精神科 什么都有 因为我在中山医学大学教书 我自己是开业医生 我开业医生 但是我用很多时间 在YMCA 社团服务 在电台主持节目 也在YouTube上面 记了太多的这些内容 你只要上YouTube 打了张喜忠医师 进去吧 全部都有 那今天我就讲到这边 如果需要 下一个人有机会 我再来给大家服务 谢谢大家 好 上次我们很晚才结束 今天我们上班 我们再次谢谢张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班 我们下班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行 你得到了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